经过了漫长的五年等待 Tales系列终于推出了全新的系列新作 Tales of Arise 破晓传奇 不仅仅整体画面大大的提升 其精彩程度更是没有让粉丝们白等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Tales系列作为万代南梦宫的主要IP 是一个拥有长达26年历史的元老级JRPG游戏 路途上也累积了许多的宗师粉丝 而今年推出的破晓传奇 作为一个经典IP的新作 又能不能再次让新玩家认识到Tales系列的魅力呢 今年玩家机密就要来和玩家们评测一下 Tales of Arise 破晓传奇究竟值不值得买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为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始终于是 Tales of Arise的故事 主要是讲述了雷纳和达纳这两颗星球的故事 在300年前 达纳因遭受到了拥有高科技科学和魔法的雷纳入侵 导致达纳的繁华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 达纳的大帝也因此被分裂成五个领地 其中每个领地都会有不同元素的领将所统治 达纳人在这些领将的统治下 被当成奴隶为其效力 而故事则是在一个叫卡拉格利亚的领地展开 一位名叫铁面人的奴隶 因为看到了一位来自蕾纳的女孩被装甲兵所追杀 而选择英雄救美 也因为这次的邂逅 展开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之旅 穿着铁面具的男孩叫做Arvin 为了要拯救达纳的人民而选择与蕾纳的女孩 Xion一起联手踏上击败五大灵将的道路 其中路途上还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角色 甚至还会慢慢解释同伴一起踏上旅途 Tears of Arise的世界观虽然简单明了 但是其内容却非常丰富 玩家必须慢慢地透过对话去了解每一位角色 才能真正体会到角色的魅力所在 而且 在冒险的过程中 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角色对于自己内心的挣扎 和他们在经历之后的成长与改变 其中游戏中的小剧场就是游戏的一大特色 玩家每次达到某个条件 或者是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 右下角就会出现额外的小剧场 这些小剧场都是主线以外 让玩家看到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 和袒露心生的时刻 不仅仅有着配角门背后的故事 有时候还会出现非常多有趣的画面 像是阿德菲和罗的修炼 罗和傅鲁鲁的互动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看到Xion傲娇可爱的一面 而故事整体上也是相当精彩的 不仅仅主角团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和内心都呈现得非常好 每个领地的特色、文化和背后的故事都截然不同 而角色内心的铺垫和故事埋下的伏笔 也拿捏得恰到好处 玩家不会因为过多的资讯蜂拥而上 而导致对剧情感到混乱 反而游戏还会指引玩家一步一步地揭开每一道谜团 让玩家发自内心地想要继续探索下去 游戏的主线剧情大约40个小时就可以破完 但强烈推荐慢慢地去体验游戏 毕竟终究还是一款JRPG 一位直推主线的话 不仅仅无法更深入地了解 遇到的敌人也会因为等级的差距 而导致过程艰难 剧情尾部的转折与高潮也设计得很精妙 会让玩家有一种想要继续了解真相的感觉 不管是热血的部分 感人的部分 伤心的部分 还是愤怒的部分 Tales of Arise都很好的呈现出来 剧情方面觉得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游戏作品 其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一幕 就是西洋换上衣服的那一刻 镜头还故意给到了一个长达5秒的镜头 完美表现出了面具背后 阿德粉被西洋吸引的表情 游戏是一款经典的JRPG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角色人物 在一个半开放世界的地图中自由探索 当然除了主线剧情以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各种有趣的直线任务 来获得一些道具和大量的SP 其中几个直线任务也是相当有趣的 像是Dio Harin的古董收集 或者是超美味的美食鉴赏家 但绝大多数的直线任务 都是请求收集一些素材材料 甚至是讨伐大型魔物 每个林地的某个角落 都会出现一只巨型魔物 在地图中等待玩家们挑战 简单来说就是野外Boss 而野外Boss的难度也非常有挑战性 需要玩家透过队友的技能搭配 并且利用自身技术来打败它 当然每一张地图的角落 也都会有许多的素材和材料 给玩家们去采集 玩家可以利用这些素材来制作武器 或者是饰品 素材的话则是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烹饪 提供额外的Buff 而每一位角色的烹饪技术 都会有不同的加成给玩家们 可以让玩家们自己选择 不仅如此 玩家还可以透过钓鱼和经营农场 来获得额外的鱼和肉 甚至农场还可以抓 整个游戏的流畅度也是很好 并没有出现太多材料不足的情况 看到有的钓鱼就可以停下来多钓几条 材料说得上是充足的 加上地图也提供了快速传送 所以收集素材方面 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至于SP呢 这是让玩家升级角色技能盘所使用的点数 每当玩家达到一个指定目标 或者是剧情的时候 角色就会打开与他性格对应的标题的技能盘 玩家可以透过使用SP来解锁一些主动技能 或者是被动技 让战斗可以打出更加华丽的连招 当然如果玩家成功点满一个技能盘的所有技能的话 技能盘也会随之发亮 并且可以获得该技能盘给予的额外加成 但是随着游戏进行到后期之后 SP的消耗量也会跟着增长 出现不过SP的情况 而可以获得最多SP的方法 就是支线任务 所以玩家们如果想要让你的角色更加强的话 就记得多做支线咯 至于战斗方面呢 刚刚就有说到了Tears of Arise 是一款JRPG游戏 有着非常浓厚的JRPG元素 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战斗方面跳脱出了典型JRPG的打斗方式 采用了ARPG的实时战斗 我们可以在地图中看到敌人的位置 只要我们撞向敌人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圆形的范围内开始战斗 有一点相似于FF7重置版的那种玩法 但又不完全是 相反的 我们也可以透过绕路来闪避敌人 但这也会让玩家流失不少的经验值 实时战斗不仅仅让整个游戏的战斗风格创新 还让整体的战斗节奏变快许多 当然Tears of Arise也有保留了典型的逃跑机制 让打不过的玩家们选择逃跑 我们可以在战斗范围内自由行走 跳跃和闪躲 并且除了普通攻击以外 还能利用Tears of Arise 也有保留了典型的逃跑机制 来使用角色技能 打出华丽的连招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玩什么角色 如果比较想要玩远程的话 就可以选择Cion或者是Linvid 可以站在后方不停的输出 但是 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 就是敌人绝大多数都会瞄准玩家所操控的角色 所以有时候宁可让AI来操控在后方输出 也不愿意被敌人追着打导致阵型被打乱 不仅如此 我们也可以根据按钮键来呼唤队友 使用出一些特殊技能 像是遇到盾的敌人 就可以叫落出来 急破盾防 相反的如果遇到使用法术的敌人 也可以在敌人涌唱魔法的时候 呼唤Linvidu出来吸收敌人的魔法 并且打断其涌唱 其他的角色则是有着不同的用处 而最帅的地方就是终结技 每一个敌人都会有一个类似耐力槽的东西 如果我们使用AG点数的技能 不断对该敌人输出的话 一旦他的耐力潮满了之后 玩家就可以使用出strike的终结技来处决敌人 而玩家按每一个不同角色的按钮键 就会有不同招式的终结技 虽然玩久了几乎都是要相同的 但还是非常的帅气 而且到了一定阶段以后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行Over Limit的状态 在处于Over Limit的期间 我们可以不消耗AG点数任意使用技能输出 甚至长按两个技能键 也能触发个人的最终奥义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叫Q5块的CP点数 每当玩家使用复活、恢复 或者是Buff的技能的时候 都会消耗这个CP点数 又或者在地图中遇到一些障碍或者是情况 也可以使用CP点数来解决 而需要消耗CP点数才能走的道路 绝大多处背后都是丰厚的奖励 等待着玩家们 而CP点数在战斗的时候 玩家也要注意是否足够 毕竟恢复和复活都是需要靠他的 至于要怎么恢复呢 除了在道具篮池补CP的道具以外 玩家也可以透过在露营 或者是旅馆休息的时候补充哦 Tales of Arise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是游戏的世界观还是人色 都设计得非常好 每个角色的心境个性 还有彼此与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会随着剧情发展慢慢地成长 而且角色的忌惑也不仅仅 只是与男女主角亲密而已 我们也可以在小剧场中 看到许多Law与Linwedel的关系 又或者是Kisaran对于家人的思念 小剧场的设定简直太棒了 加上这次小剧场也没有采用固定视角 而是用了和Scarland Nexus一样的漫画分镜 整个故事的代入感都做得很棒 而战斗系统也做得很优秀 不仅仅节奏变快许多 技能特效和打击质量都是非常地高 尤其是每个角色的Strike技能 看多少次都觉得好帅 而每个Boss战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特色也非常地鲜明 战斗方式也有所不同 甚至其中一个Boss 我还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艰难打过 只是战斗方面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就是在多名角色使用法术技能的时候 有时候特效会过多导致掩盖到玩家们的视角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点的混乱 导致你在闪躲的时候 可能会看不清敌人的动作而来不及反应 但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不足于破坏整个游戏的体验 此外 游戏的音乐和美术也都是高质量的 美术的风格采用了比较倾向于亮丽的画风 每首主题曲都相当的动听 在我游玩的当下游戏也没有出现过Bucks 最多也是怪兽鬼畜的原地滑步 或者是Xeon每次跳跃的时候 裙子的其中一角都会不由自主地弹起来 引人犯罪 同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一次的DLC 服装做得非常用心 万代南梦宫完全就是知道玩家们想要什么 其中的校服套装 每一个角色的服装都设计得非常适合角色 尤其是丝袜 Xeon和Kisana的丝袜设计简直就是指挥票价 但是 DLC同时也存在着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就是P2Win的系统 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万代南梦宫竟然用了一个迎在起跑线的标题 售卖各种道具包 就连DLC服装也有额外赠送 这些道具包玩家们在购买之后 可以获得不少的奖励 像是金币 SP点数 甚至道具包中还有可以减少20%CP的费用 和增加角色5等的等级 你还可以额外购买等级 直接将角色的等级升到40等 一款JRPG的游戏 就是要透过战斗来成长 遇到困难 那就继续训练角色再接再厉 不断进步 而这种用金钱买能力来获胜的系统 无疑就是破坏了游戏的体验 也让游戏少了挑战性 虽然这种付费领举资源的做法 在前作就已经有了 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为了让游戏更容易玩 而失去JRPG游戏应该有的精髓 Tears of Arise 无疑是一款今年最有机会成为最佳JRPG游戏的神作 不仅仅故事内容丰富精彩 战斗也非常的流畅 打击感也很棒 可以说是Tears of Arise系列的一大突破 老粉丝这五年没有白等 当然在这里也要推坑一下 如果没有尝试过JRPG类型的游戏玩家 Tears of Arise绝对是非常适合你们尝试 说不定你会爱上它哦 而至于值不值得购买呢 绝对也是非常值得买的 原价购买也没有毛病 甚至效服控或者是泳装控的玩家 也可以额外多买服装包来养眼睛 虽然服装包同样也是有额外奖励 甚至还有对应服装的独特技能盘 但至少没有破坏自己游戏的体验 所以还算能接受 最重要的是不要购买资源包金钱和等级 这些会影响你游戏体验的配套 因为你自己的体验真的会因为这些而扣分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今天的评测影片有帮助到玩家们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抽过我们的更新哟 我是Sero,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